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,北市动物园广受民众喜爱,每个月都有20万到30万人次造访,但多年来,动物园仅有除夕一天不对外开放,动物园明天起至3月12日期间展开iVoting,希望每年6月19日至6月30日期间也能不对外开放。 动物园发言人乔仙少表示,增加不对外开放时段,除了让动物园有更充裕时间,进行园区的年度定期保养,环境检测与设施维护,专业训练等工作之外,也有民众认为应该让动物休息,不需要整天迎兵。 他举园区内高压电机组为例,该设备与邻近的政治大学共用,因为牵扯到何时段电才不会对各自的生活圈造成影响,都得协调很久。 由于动物园主要客群为亲子,经评估发现每年6月19日至6月30日适逢考季,入园人次较少,是动物园的淡季,有时天气不好,甚至会从一天约4万人次调到仅剩量,3000人次才会锁定这个时段。 不过,曹仙少坦言,目前搜集的意见中,不乏有民众希望维持现在一年仅有除夕,不对外开放,想来逛就能来,最终还是要看iVoting结果决定。 明天早上9点起,民众皆可在台北市公民参与网iVoting网站投下宝贵意见,也可以就家人朋友来趟动物园之旅,追随群传片中动物朋友。 们的脚步在教育中心,动物义房,动物小学堂,大猫熊馆,量爬馆,河马教室等6处架式的投票处投下神圣的一票。